It's Chanel 是一個classic的flat bag 這個顏色 很漂亮啊這個 為什麼它叫19 我相信呢 都還有得買 但是新整很多 長啊 Hello 大家好 我是買油 歡迎收看Muse TV 那很多時候呢 我都拍很多一些 就是關於袋子啊 鞋子啊 衣服啊的影片啊 那其實呢 我想說呢 我身邊的朋友呢 其實都給了很多的inspiration 那今天呢 就要來到我其中一位 非常好的朋友之一 Angry的家 讓大家看看他的衣櫃 有多厲害 如果大家想看的話呢 就快點subscribe了 按subscribe Let's go Hi 大家好 我是Angry 又來到她的家 今天來到參觀你私人的珍藏 你自己是對買衣服 或者對fashion 是有什麼見解呢 你自己 我通常會想買一些 容易配搭的東西 第一 如果I'm investing in一個 貴的piece的話 那當然我會想是classic 保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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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我穿多十年都會拿出來穿的東西 是不是 Bee Bee Sit 有Belie Wraps 我給你Belie Wraps OK 有Belie Wraps OK OK 通常我就會 不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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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 歡迎光臨大家來到我的衣櫃 嗚呼 那現在我們來到她的衣櫃 我相信 大家最想聽的就是手袋 所以我們就不要說 喔 先說一下衣服 有什麼介紹 這件很漂亮 新的YSL 這件我非常喜歡 超漂亮 我買了之後還沒穿出 試一下 我來看看 而且我喜歡這件 因為這個cut很漂亮 然後再加上它 細節後面的樓都是深深的 對呀 那些樓都是這樣 對呀 而且我喜歡它是短的 嘻嘻 好像Crop了 對呀 然後我就可以穿短褲 已經很帥 還有一些有故事一點的item 雖然它都很喜愛名牌 但是它很多時候都是穿一些很down to earth的 就是這些 它這些背心 其實是我媽媽的 這件 好漂亮呀 這件 就是一件牛仔 裡面的silk的細節很漂亮 哇 哇 哇 這個其實我很小時候 看到媽媽買的時候 我已經很喜歡 多小時候 四年級 四年級 真的很小時候 然後她說 帶給你啦 然後 然後 那些細節做得很好 然後重點 就是她的 袋櫃 這個就是她的袋櫃 在我的Chanel的形式裡面 這條入坑的路上 這條女兒要負上很大的責任 她是教識我很多關於Chanel的事情 就是所有東西 基本上 例如有什麼小用的呢 我們一起來看看 你記得這個backpack嗎 我記得 我也有這個 我有綠色的 這個Prada的backpack 是 是 是 這十年都不用了 對 這真的十年都不用了 這個是我朋友送給我的生日禮物 就放到最高了 不是放到最高 sorry 好 好 繼續 是一個很甜蜜的生日禮物 為什麼呢 因為她幫我配襯了 我還會連帶 連帶 但是 我比較少背她 因為 有沒有背多過三次 對不起觀眾 sorry 我們繼續看你們 就想看 但我們都要打算想看Chanel Hermes 看完下去 很多時候呢 我可能去一些 event 需要一些items的時候 拍照就會借了這個 有一次呢 我們去一個Chanel event的時候呢 我借了你這件衣服 可以看英格嗎 可以 可以 因為這件衣服我是買大了size 我平時是穿35、6 但我買了38 因為我覺得這件可以 Oversize 穿 不得了 而且它是可以拆領子 其實這裡也有個白色 但你拔走了 拔走了 我不知道放在哪裡 而且它整個cut 是slouch 這個位 比起它經典的 little black jacket 就可能更輕一點 那個感覺 不一定要太多 很固執的東西 我自己就喜歡 好 然後呢 就來到這個 我自己最期待 最精彩的 就是Chanel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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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多個Chanel袋 最早期的是哪 這裡最早期 這個 這個是我哥 它唯有一個包 對 因為這個顏色很嬌 很嬌 我很害怕弱 因為是我哥哥送給我的禮物 是一個classic的flat bag 你來看看 這個是我哥送給我的袋 很珍惜 很珍惜 就當我小學 哇 好漂亮 選擇它就是因為 它那個時候 這個metal 好像是第一次出這種色 那我就覺得 跟這個baby pink 相配 就是dusty pink 但是你會不會覺得 現在這個年代 如果是那些女生 想infest 她們第一個Chanel袋的時候 以前是會覺得是flat bag 但因為近這兩年flat bag 是加價 加到瘋了 就是可能你high school的年代 可能兩萬多元 對 三萬多元 但是現在可能是六萬多元 對 價錢就升得很好 對 看著的觀眾朋友 是想infest 第一個Chanel袋的時候 以前會覺得是flat bag 但現在我覺得會是什麼 等等 我覺得第一個我會infest Gabrie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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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會是Gabrielle 你覺得是Gabrielle 我覺得是Gabrielle 我覺得如果是比較中性的女生 可以infestGabrielle 但其實Gabrielle也加了很多架 這個應該你當時買這個顏色的時候 應該是兩萬多元 現在應該是四萬多元 三萬多元 所以都挺貴的 那時候四萬多元的話 已經買到是 有些特別的print 或者珠珠 是有些特別的料 但這個顏色也很漂亮 這個顏色是Milan Travel的時候買的 那時候我就有粉紅色頭髮 可以嗎 可以放在那裡嗎 因為那時候它很像Irene Kim 放在那裡 然後之後 因為我粉紅色頭髮 然後我就看到 很像Unicorn 而且我當時很喜歡 這些東西 很像Unicorn 對 這些東西 硬件是 有一點點Rainbow 看到我就太喜歡了 那時候也沒有買過任何Gabrielle 這個是我第一隻Gabrielle 而且也是用得最多 如果以一個很實用的角度來說 我自己覺得 因為它的底部很硬 就是這個位置很硬 所以在你背包的時候 就沒有那種很軟 很貼身的感覺 就是它永遠背包的時候 就是這個位置很硬 就是你的手放下來的時候 就會扣起了 有時候女生背包的時候 會想背一些很軟 的東西 但是它也是因為這個硬的位置 就做到那個型的感覺 有很多種不同的背包 因為它有兩條 所以你就可以這樣 也可以分開這樣背 就好像一個V型 是一個V型 其實Gabrielle也是有出背包的 因為我實在太喜歡這個顏色 很漂亮 它這個Logo也是Unicorn色的 我覺得最值得Invest的是 19 為什麼我覺得19是一個值得Invest的袋子 因為它是剛剛出的 它會是一個classic的袋子 但是它現在的價錢 都沒有去到很貴 它好像只加一個一兩次加 比Flatbag Gabrielle 我覺得是比較值得的 為什麼它叫19 你知道為什麼 19年出的 對 2019年出 然後呢 也是Karl Lagerfeld 最後一個設計 對 它離開人世間之前 最後出的一個classic袋 這個袋之後 就不會再有任何 老佛爺 去設計的 經典手袋 所以我覺得 真的很有意義 還有一個原因 19是為什麼 19這個字 Coco Chanel 對 跟Coco有關的 但是 生日還是她最喜歡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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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覺得這個袋 是很中性的 對 你看我跟T-shirt 短褲 是一個很隨便的袋 但是呢 這個size 大家如果真的想買的話 要想一下 因為其實這條鍊是有少少重的 但是呢 你知道這個size 是在19裡面最短的 雖然它是最大的size 這個size 叫Maxi M-A-X-I 對啦 相對地呢 是輕一點的 那如果你買小一點的size 其實這條帶是長一點 就會重一點 因為選了布列 就會輕一點 我有一些朋友買 皮 皮真的很重 你還沒放東西 已經很重 對啦 因為19每一季 都會出很多不同的顏色 如果你不想買 黑色這些 最classic的顏色 可以先看一點 好 然後呢 我就想說一個很特別 哇我自己很開心 我想說我自己找了這個袋 找了很久 不知道你有 OMG 你好有先見 這個我記得我是Spring Break 在L.A.買的 好啦 那就是這個girl bag 因為Chanel有boy bag 嗯 這個是seasonal款 當時這個袋出的時候 就有出很多顏色的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黑白色 除了黑白色 有全黑色 有Tweet 然後有黃色 紅色 Mustard色 有很多顏色的 如果清晰一點 讓大家知道有哪個是什麼 就是G Dragon 你知不知道有沒有見過 你看過嗎 G Dragon曾經拿了一個全黑色的 然後是paint 畫了 畫了 嘩 是不是很漂亮啊 它的袋子 其實obviously 有點像一件jacket 一件外套的設計 它把這個外套 轉了 做一個袋子 有一點點 我覺得那個sleeve 手袖位 手袖位 就變了用來背的位 你可以自己調校長度 高一點 或者好像我剛才 斜背 還有我覺得這個袋真的很棒 因為這個袋子很free flow 它沒有一個位置 連接著這個袋子 你真的想怎樣綁都可以 剛才說到19這個袋子 19這個袋子 其實如果大家想投資一個 便宜一點的版本 可以選擇一個 腰包版 這個就是19的腰包 它很方便 就是因為它容量都很大 其實它絕對不算是小費包 它一點都不費 這個包 雖然它是一個腰包 但其實女生應該可以做到 這樣斜背 好有態度 立即 幸好你今天穿著背心 你穿著T-shirt 平時如果你不想這麼麻煩 你就可以這樣揹著 好漂亮 我覺得這個袋子是超漂亮的 這個袋子好像seals 這個袋子就有黑色 有出過牛仔的 這個現在的店舖 我相信都可以買 因為我看過店舖還有這個fabric 19買的 但是有什麼不好 我自己覺得 它會起毛粒 而且我會很怕滴到咖啡 但是你又沒有毛粒 你保養得很好 因為我是有見過 我們有其他朋友都有這個袋 他們是會起毛粒的 但是你完全沒有 但是就是一個condition 可能這裡沒有那麼潮濕 所以大家可以給大家想一下 這個是一個vintage 要包 蠻有型的 因為我很喜歡這個袋子 是有一個chain 也是可以裝很多東西 它也是我第一個vintage 購買 而且你也可以拆掉它 就自己當成一條袋子 這樣用 一物二用 Chanel其實很多東西都是這樣 好漂亮 你的介紹真的 好漂亮 好漂亮 我來一次 來一次 來一次 我好喜歡 那時候我看到runway 我已經覺得馬上要買了 它有很多款 它有玫瑰 然後有爛了的雞蛋 有指甲油 還有有番茄 那為什麼買玫瑰呢 因為我覺得最漂亮是玫瑰 好漂亮 但是我在想 會不會穿幾次就很容易爛 我想嘗試拔掉這塊葉 不過我都算了 我只是試試 不好意思 你試試 我會把電話給你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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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請你留意一下 我身後的這一行 你自己呢 對不起 哈哈 直接叫我自己 ok fine 回來 真的好瘋 真的很漂亮 我覺得小匹包 本身已經是大家的夢美而求 很多女生會很想要的 一個項目 首先說金球 那些最classic的 來 交給你 金球這個是最多人喜歡的 我想 因為呢 金球這個位置 你就可以調整長度 長短 大家可以看一下 KIMEL的膠紙還沒剪 對呀 我不用剪了 但其實說真的 很多人用Chanel小費包 其實都沒有剪過紙 其實你自己決定剪不剪 因為如果你是想著 resale 其實那個紙 感覺上是新增很多 而且都是那句 大家看condition的袋子 如果在二手market看的時候 都是看這些位 看這四個角 這個真的去到98%新 我用過一兩次 如果唯一的floss就是這個 指甲痕 還有你保持這個袋子 你要很小心 因為有時候你放在後面 然後你壓著 就會有這些位置出現 其實是在鏈子壓到 這個是不是lamb skin 我想說 因為小費包有很多不同的皮 牛皮 lamb skin tweet 有不同的皮 也有 豬豬的皮 荔枝 荔枝 對荔枝 可能它特別喜愛這個皮 它四個都是同一個皮 你知道有沒有留意到嗎 嗯 剛剛說到 這個vanity case裡面 除了有金球之外 就有一個 就是這樣的handle 這個就是剛剛上一季的顏色 就是一個藍色的 baby blue unicorn 有什麼不同呢 就是它有多了handle 沒有了那個金球 還有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logo 對呀 這個logo 還有其實之前 我也有看過一個 是再大一點的 對 再大一點的那個 那個是再另一個款 而且它剛才說到 這個粉紅色的小費包 它是覺得很長的 過長 如果大家遇到這個問題 但其實你也可以自己教的 就是你可以打開這個袋 然後它這裡是可以直接打個列 很簡單 戴回來 其實它就會變短了 但是不是全部小費包做到 像這個小費包 就不行了 因為它的鍊是直接在外面 它就不能穿到外面 那你自己最喜歡哪一個呢 我用得最多的話 其實是紫色的 這個 紫色 原因是因為我自己很喜歡紫色 其實小費包 我用一個大的版本 這個就是 這個我也看你經常用的 這個其實呢 我想說是最實用的 因為它真的 驚訝地放了很多很多很多東西 這個其實我用得最多 因為外面充電器 銀包 口罩 手掌 我自己覺得這個尺寸 可能沒有這個那麼特別 但是最實用 就是自從 Chanel出了消費包之後 消費包都有加價 然後 由之前有萬多元 一個這些 現在都去到2萬元 1萬9元 捱近2萬元 因為同一時間 那些flat bag 那些其他所有袋 都在升價 所以如果想要一個 大些尺寸的袋 其實這個Fanity case bag 都值得考慮 對 因為這個也是2萬頭 但是大那麼多 所以如果想入手 一個小費包的時候 可以考慮一下 你是否想要一個 很實用的小費包 還是你想要 純粹的色色漂亮的 這個我自己也很喜歡的 就是一個 mini wallet on chain 超級mini 對不起我對這些 完全沒有感覺 你說吧 我自己覺得很方便 就是因為有時候 我只想帶一個人包 出外面的時候 就可以了 為什麼我選黃色 因為我姓黃 因為我姓黃 Just kidding 對不起我真的太好笑 對不起觀眾 Sorry 我的朋友不是很懂得表達自己 他們是好人 不是啊 但是我想說 我們離開一下Chanel 有一個小費包 我覺得你也會喜歡 我會喜歡 噔噔 噔噔 這個很麻煩 Sorry 我覺得它很漂亮 我覺得它很可愛 很適合 如果你穿一件Blazer 對 或者很Hailey Bieber Blazer 黑超 對了 你說得很對 大家試想想我拿這個袋 Runway time 我很清楚自己適合什麼 但是我自己覺得這個也很有趣 因為它很小 你已經有一支唇膏了 對 我找了這支唇膏很久了 花得太美的顏色 然後去店舖問什麼 說回這個袋 好可愛 它跟小費包的容量其實差不多 我覺得這個比較優雅 而且有一點Vintage的感覺 還有這個袋應該不貴的 比起Chanel 差不多一萬元 過萬元 如果大家想入手小費包 但是不想要過萬元的話 很多時候會以為 你買大品牌一定過萬元 但是不是的 所以這很多小費包 六七千元都有 那你可不可以展示一個最collectable的 我自己覺得是這個 是不是那些什麼喜馬拉雅 因為這裡是lizard來的 lizard ombré 那 那 好痛喔 你聽到嗎 你收到它的音嗎 你剛剛在zoom in了 你聽到嗎 Oh my god 一定要剪進去 這個就是真實的頭 好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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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自己對Hermes的袋 是不太深厚的認識 可不可以說給我 我知道它叫Constance Constance有什麼size Constance有mini 有24 很多個size 那這個呢 這個是mini 這個是mini 這是mini來的嗎 之後是micro的 那這個其實是最多人找的size 我相信因為是最食中 見它第一次揹的時候 我覺得是超級襯它 因為我本身不是很了解Hermes的款式 那些 但是我真的覺得它揹這個很適合它 不會覺得成熟 不然怎樣開 可以教我嗎 這樣 教一教觀眾啊 它是這樣開的 但是呢 也有人呢 也有人喜歡這樣開 嘩 爛了 我就不會 這樣 這麼難開的 真的要這樣 可以了 來 喔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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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大香里出完生了 那這一個是 叫做Desert Ombre 那它是就這樣 一隻蜥蜴 你沒有做過dying的顏色 那些人就好像叫它 小喜馬拉雅 喔 因為喜馬拉雅是crocodile 那這個就是Lizard 真的不是每個carry到的 重點是這個 淘寶 它就是一個這麼好愛的 I think this is my favorite 對 它是一個很好的包包 對 而且它每一隻都不同的 因為 就是Lizard的 有些可能是白色會比較多 每一個都是很unique的 包包 這個就是我最愛的 對 不錯 沒錯 今天我們就參觀完 Angry的衣櫃了 希望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就記得要 訂閱 追蹤 留言 開啟 咱們 AutT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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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ut Ron Peppa 未必安全 那下進面 shortcut 你看公平